本节目由Chase 大通银行赞助 各位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 天天话题之财经专栏 在今天节目当中 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 民事投资管理公司投资经理张森先生 来为我们谈一谈有关 目前的一些投资的近况 张先生非常欢迎您 你好 张先生 其实我们知道说 目前很多投资人 可能在目前经济的大环境下 比较担忧的就是说 目前是不是经济大环境开始走软了 我想这是很多人担心的话题 是这样 因为前一段时间 我们有一个活动 和华尔街的投行AB 有一个活动 我跟他的CFO有一个交流 他CEO就是首席投资官 目前的市场环境 可能就用几个字来概括 就是不确定 各种不确定因素在一块 比如说美联储的升息 是否升起最近 中国人民币的走势 还有一些英国的退欧 这些因素混合在一块 所以给投资人造成一定的困扰 不知道这个紧合走势 或怎么样 不明朗 不知道到底该把这个钱 放到哪个篮子里面 是 那我想首先请张先生 能不能帮我们分析一下 目前像在中国的资本投资 美国市场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目前中国资本进入美国市场 非常迅速 就是按一句话 目前这些公司可能就是没有记住 亚洲首富这一句话 就是先设个小目标 先从一个亿开始 结果开始的话就是上千个亿 2015年一开始的话 整个中国资本进入美国市场 大概是1592个亿 所以这个数字的速度只是到目前为止 今年可能到现在是9月份 后面还有三个月 可能以后的增长势头 还会更快更猛 这个增长势头呢 无论从它的速度还是质量 还是说它的数量 超过了80年代日本的这个资金 进入美国市场的这个速度 当时可能日本最高峰的时候 日本资金进到美国市场 可能才400亿左右 目前是1500亿 一年不到一年这样 所以中国资本这个规模非常大 而且速度非常快 是那么刚才您提到的是 这个目前这个中国的资本 在国际市场上目前的趋势 那么如果说我们单看 在美国市场的话 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如果是美国市场的话 本身美国这个经济总量非常大 它的经济总额呢 整个的话是在 我先说并购 在并购的话 去年一年的话是1.58兆美元 所以中国资本在目前这个 并购市场份额内 可能还是很小的一部分 虽然这个速度很快 但是说它占的比重并不是特别大 整体来看美国市场呢 这个并购的一个金额数呢 是整体世界这个并购额的一半左右 所以说明了 这个美国金融市场 还是富有活力 而且它的一个企业具有竞争力 可以吸引到全世界所有的资金 进入到美国市场来并购它的企业 吸入它的现金技术 刚才您提到像这个中国资本方面 目前这个人民币的现状 又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人民币的情况比较微妙 因为目前来看的话 人民币始终维持在汇率在6.6 6.7左右 最高的数量到6.7几 目前来看呢 我认为在一段时间内 比如说在一年到两年之内 可能它会继续看跌 还会看跌 对 它会不是说那种持续 那种剧烈的下跌 我估计它还会是缓慢的 是这种下跌 因为这种 只有这种下跌 比较符合中国政府的期望 它既不是 它也不想让这个人民币 进一步升值 也不想让它剧烈的下跌 会影响到国内这些企业 我觉得目前这种情况 就是缓慢的下跌 在一个趋势下 我觉得还是比较符合它的预期 是 是 那么另外在这个中国房地产方面 能不能也请您帮我们做一个分析 中国的房地产的话是这样 有一篇文章是在这个 中央党校的一篇文章 它说这个目前中国这个房地产 这个有去库存这种趋势 就是目前的存量特别多 中央政府呢 有可能需要通过去库存 来影响这个房地产的这个走势 因为他不想看到这个泡沫的持续 扩大 但是说有两种争论 他去库存的话 他并不是想把房价压低 通过各种调控手段 把房价压低 然后让更多的人有能力去买 但是有一种情况 比如说这种 这种大家的普通投资人 他只是追涨杀跌 如果看到这种房价的持续走软的话 他不会去马上投资 他还会等 他等到 可能他认为这个房价会无限期的往下下降 他到某个低位的时候 我再进场也可以 这样的话呢 都达不到这个去库存的目的 所以目前呢 他的这个政府的思维应该是说 保持房价的稳定 或略微有所上升 这样的话 投资人有预期 就是我投资在房地产的成本呢 因为房价有缓慢的上升趋势 可以在短期内可以拿得回来 所以他认为这样的话呢 会增进这个买房地产的这个欲望 然后可以这样的话 来刺激去库存这个东西的发生 是是谈到这个房地产 我想可能我们不得不谈到 这个目前美国房地产的一些状况 因为毕竟我们现在很多这个 华人投资者选择来美国来这个购买房地产 那么在这一方面能不能请您帮我们分析一下 是这样 从股市的话 从2009年开始反弹的话 到目前已经走了七个年头 房地产一样 大概从11年的低谷开始起 到目前为止 走了差不多四五个年头 现在这个关键这个点呢 比较复杂 就是说这个时间点 价格现在确实有点贵 我跟他们这个 就是业界内人谈也是 目前这个美国的金融市场 包括这个房地产市场的话 个别地区已经有这个泡沫化的一种趋势 比如说旧金山 这个房价已经相当贵了 是 对 但是相对比如说中国的美 中国的北京上海 还是说相对还是便宜 我觉得洛杉矶的话 所以如果投资的话呢 我觉得如果单纯的寄希望于房价的持续上涨 我认为不现实 而且这种预期也有一些这种投机的这种心理 我认为这个如果投资美国房地产的话 举个例子 在洛杉矶市场的话 如果把心理放在这个市场 本身这个房子的回报上 比如说租金对这个投资额的回报上 就这个cap ratio上 我这种比较现实 也比较符合这个投资的预期 就无论经济发生什么情况 经济走管或怎么样 你至少有这种现金流的支撑 所以说你的投资会比较稳定 而不是说预期它房价会无限上涨 这种泡沫很容易被击穿 是的张先生 那么目前这个中国资本 在国际市场这个当中做投资的话 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目前的话根据统计 就是KPMG统计的数据的话 83%左右的这个收购会失败结束 这个世界范围内的数字 中企在美国收购的话 也会遇到一些这样的问题 比如说两种不同的企业文化的 这种抨击这种冲突 企业文化包括企业结构 有些例子也可以看参考 比如说若干年前 这个奔驰公司收购美国的 这个Chrysler两个合并以后 然后可能几年以后 就分道扬表了 两种不同企业文化的这种碰撞 会导致这种收购的最终失败 中企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我觉得 是是是 那么非常感谢张先生 跟我们做了这么多好的分析 那我们先绣下这段广告 广告过后 我们再来继续今天的天天话题 感谢回来 在今天节目当中 我们继续为您邀请到的是 民事投资管理公司投资经理 张森先生来问我们谈一谈 关于投资者应该如何来做目前的投资 那张先生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 好的 那刚才在休息之前 您大概是帮我们介绍了 目前这个中国资本在国际市场 一个投资的一个大环境下的一些情况 那我想接下来不得不谈到的 就是美国这一边 那么目前这个美元的一个状况 又是怎么样的 美元的情况是比较有意思 如果从这个技术层面讲的话 我们觉得可能人民币持续这种下跌 觉得美元是很强势 而且最近这个美联储 这个升息这个预期也非常强 它大概每两三个月 可能就提出一次 这种升息这种声明 然后投资人就说 它要升息美元可能要走强 然后到时候它可能又改变主意 但如果你从历史 长期的历史来看的话 比如说你从美元的指数 你把它放一个大的一个range看的话 比如说30年50年的话 美元是处在一个下跌的一个趋势中 这个是始于大概80年代 里根总统的时候 他发行这种 开始发行美国的这种国债 开始大规模发行美国国债 当时的是这个Walker 是作为这个Fed的主席 他是很强势的鹰派 当时的通货膨胀可能是百分之十几 当时你如果放到钱 放到银行储蓄的话 一个CD可能 它的利息可能就到百分之十几 因为通货膨胀也非常高 就是因为当时里根政府 这个大规模发行的这个美债 美国的这个美债的话 持续增长 到目前为止 它是已经是它的GDP的多少倍 可能是两倍左右 所以说它这种情况 决定了美元这个长期下跌的势头 所以说如果你看长期远看的话 比如说30年期50年的话 美元是处在一个下跌的趋势中 它只不过目前这一波 是三年期到五年期左右 它是美元处在一个反弹的阶段中 是 那么个人在这个投资美元资产的时候 有一个什么样的趋势 或者是一个爱好呢 是这样 就跟中企投资美国企业一样 现在目前中国投资人投资美国 看好的美元资产 主要是房地产 还是房地产 是 大家可以感受到在南加地区 这个房价的持续上涨 包括这个国内来的 现金买主的增多 推升这个房价 还有其他地区也是 比如说华盛顿地区的西雅图 左右的地区 还有这个温哥华 加拿大的温哥华 因为加拿大的环境跟美国不太一样 加拿大的它有限的几个城市 比如说温哥华 Montreal或者Torrento 这三个城市它的店比较少 可控的投资这个点比较少 所以投资人的资本大局 入侵这三个点的话 可以推升它的房价非常的高 所以温哥华 这个房价涨势非常的猛 当局为了控制房价的泡沫化 目前已经征收房地产税 15%左右 它是征收国际买家的资产 地产税 所以这个引起它当时房价的下跌 目前可能下跌已经10%几到20%左右了 另外企业在这一方面 又有什么样的趋势呢 企业就是这样 中国企业现在不光是美国市场 它也在欧洲市场大举收购 它这种收购很多是这种垂直性的收购 就是它通过本身中国企业在中国市场 它想这种产能过剩 想去库存这种需求 它产生这种对高科技的这种需求 比如说它对整个产业链 或者这个价值链的这种上端的这种需求 所以它希望通过这个收购 来获取高端的技术或者能源 来这个跟国内市场形成这种互补 是是 那么另外在这个股市方面 能不能也请您帮我们的分析一下 是这样 股市目前也很微妙 因为从09年到现在已经大概是7年的牛市 根据统计呢 美国的股市牛市周期 一般是在3年到5年左右 所以目前这个一波牛市已经走了7年 我不知道说这一波走势 到什么时候会嘎人而止 所以这种情况下 投资变得非常敏感 包括你现在看SVP500的指数的话 连续可能一段时间 很长一段几个星期 就是在一个很窄的一个range之内 来进行这种调整 窄幅的这种调整 因为市场现在找不到方向 包括企业的盈利状况和股市方面 完全不是很连接的上 所以目前这种股市的持续上涨 我觉得是因为央行的这种货币政策 推升的目前这种股市上涨 而跟实体经济我觉得还是有一段的距离 是是 张神您看您今天帮我们介绍了这么多 不同领域的一些投资的一个情况 那我想在目前这样不确定的 这样一个大的经济大环境下 作为投资者应该如何来致产呢 我觉得目前投资人的话 我觉得应该是关系 比较注重避险资产 我觉得比较比较稳当 避险 对 避险资产 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这个房地产 如果房地产它的收益的话 我觉得如果cap ratio 如果在5以上我觉得值得考虑 它也是比较一种稳定的一种投资策略 它跟股市的这种结合度又不是非常紧密 比如说它不像这种correlation这种非常紧密 所以它如果对实体经济影响的话 你有cash flow就是先进流的话 我觉得对这个经济的波动 还是有一定的抵抗力 是是张先生您看在您这么多年的 在金融领域这样的一个经验来看的话 您觉得作为我们华人投资者 在这个做投资的过程当中 可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误区呢 误区的话 我觉得华人投资者的误区 主要是盲目的追求这种高收益 如果你在国内金融市场的话 你可能是你买个理财产品 或者你买个什么信托的话 你收益的话 可能年收益到8%以上 或者10%几都很平常 虽然近期这个收益 在国内市场有所下降 但是说这种长期的 这种投机的氛围 造成了这种投资人的误解 他认为这个投资 就应该是这个数字 拿回来这个回报 是应该这样 但如果你在美国市场 美国市场 因为是一个比较成熟的资本市场 你看它的回报 它没有那么高 如果你现在如果去商业银行 你买CD的话 它的这个收益的话 可能连1%都不到 所以你买这些 国债可能更低 如果10年期国债的话 可能目前收益可能20%左右 所以目前我觉得股市又比较 不确定性非常强 我觉得目前投资 只要用这种固定收益类的 比如说避嫌资产 我觉得这些值得考虑 是 是那么从您的经验来讲的话 华人投资者在美国投资的话 有没有一些相关的注意事项呢 我觉得有 目前这个大家看到一些媒体报道 现在一些传销公司 包括那个前段时间报道 那个Arcadia那个珍宝币 被这个证监会查封 然后目前是这样 很多这个华人也受到波及 然后还有那个近期发生 这个微信圈 大家也可以看到 就这个刘宁什么 这个蔚来城这个项目 可能十几亿美元 这种都是这种 基于投资人这种投机心理 产生的这种渴望 对这个一朝致富这种渴望 被人钻了空子利用 然后把钱偏走了 我觉得中国投资人 我觉得特别应该小心 注意这种让你一朝致富的这种心理 所以说虽然美国市场监管比较严 但是说我认为这种心理 也是应该杜绝的 是就像经常美国人讲 天上不会掉馅饼下来 如果有一些事情 听起来太好的话 可能就要三思而后行了 完全是这样 Too good to be true 是是非常感谢张先生 同时非常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